一个最幽默最完整的电影解说 欢迎来到丽姐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女孩为了获得超能力 与不明生物做交易的故事 小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主播 她始终坚信凭借自己的才华优势 就能成为主播界的一名网红 可理想是丰满的 心事却是骨感的 她的才华根本就不被人们所接受 反观她的同事安然 只需要凭借漂亮的脸蛋 卖弄下身姿 就轻轻松松获得一大波的粉丝 为此小美嫉妒不已 一天晚上一个神秘的声音 出现在小美的房间 她告诉小美 只要她同意 就给她无限的超能力超越所有人 禁不住诱惑的小美 立马答应完神秘人 随即一道光束注入到小美的体内 第二天早上小美发现 自己不仅可以隔空控制物体 还可以随便的变换自己的造型 这可把小美高兴坏了 有了这项超能力 成为网红女主播 那时至日可待了 自此以后小美就开始了 在直播间 表演各种超能力 很快 她就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可渐渐的 她的身体开始出现 虚弱的症状 更甚至手臂上 还出现了一些蓝色的条纹 同时安然嫉妒小美 把自己的粉丝都圈走 于是便派一群小混混 去骚扰小美 可瞬间就被小美的超能力 给秒掉了 但小美也因此晕了过去 幸亏她的忠实粉丝 小帅及时赶来 救下了她 小帅恋小美已久 她每天都会默默的 给小美送豆浆 以前的小美对她充满了嫌弃 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 小美终于接受了小帅 由于小美不断的使用超能力 导致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意识到这点的她开始要摆脱 超能力回到以前的生活 可是她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神秘能量所掌控 已经由不得她做主了 另一边外星监控局检测到地球上有外星人侵入 并发现她们所选择的具体正是小美 因为小美的声音还有一种特殊的电波频率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这也导致观看她直播的大部分粉丝都纷纷自杀 而外星人就是想要通过小美的身体 逐步吞噬掉整个地球 为了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雷博士找她安然 希望她能够帮助自己 一起清除掉小美体内的超能力 安然为了重新赢得粉丝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雷博士 很快她便带着雷博士的手下 想把小美带到外星监控局 当小美得知自己的生命也会因此威胁时 便是用超能力摆脱了困境 可是她的体内外星人对于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更甚至当众碗直播 想杀死整个咖啡厅的人 幸好小帅及时赶到阻止了小美 之后小事回到了外星监控局 原来她一直是雷博士身边的卧底 而今是小美正是她的任务 雷博士发现外星势力越来越强 便命令小帅尽快终结了小美 等到小帅找到小美的时候 她已经完全被外星人所控制 小美用仅存的一点仪式 请求小帅杀了自己 一边是自己的使命 一边是自己最爱的人 小帅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最后小帅为了顾全大局 选择和小美一同消失在地球上 成功没有捷径 只能靠脚踏实地的努力 凡是听上吊线品的事情 可能都是别人设好的圈套哦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